多年前的做头发事件 为什么被骂得最惨的 确实马苏呢 2017年 正在直播的假奶量 被问到李小璐去哪了 此事毫无知情的假奶量 特别真诚地说 我老婆做头发呢 昨天做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一个头发 也正知这一句 做头发 将出轨女星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而身为李小璐的好闺蜜 马苏瞬间被体内的 缺心眼睛支配 她连连为好姐妹发声 信实单单表示 当天自己也在场 称李小璐和某万 只是姐弟关系 类症闺蜜青霾 殊不知越描越黑啊 再加上低狗仔专委 访诛是谁 视频中 李小璐与某万 亲亲吻吻吻 女星出轨的消息 俨然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脸被打肿的马苏 只能发文自长 脸真疼 我活该 但好事的网友扒出 李小璐与某万相识 竟是马苏作为中间人介绍的 这一下马苏又被扣上 拉皮条的帽子 不止如此 网友还扒出 曾经插足过文章婚姻的姚迪 郑与萨贝宁交往的张子怡 都曾被马苏介绍过小鲜肉 荣祖儿就曾因这个原因 当中弟子他 不要给已婚闺蜜介绍对象 一时间 关于他黄色谣言遍地都是 却连黄义那个疯了的前夫也横插一脚 声称马苏经常出入高级会所 似生活极其混乱 甚至还放出两张他与某男共舞的照片 还编造了好几个小故事 将马苏描述成了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然而这次 马苏终于长脑子了 并没有立即反驳 而是默默收集证据 现身法院以诽谤罪起诉对方 但比起寡淡的真相 大家更愿意相信 抵挡起伏的谣言 所以马苏虽然胜诉了 但却再也找不回之前的口碑了 让薛之金想跪 你写到我想给你跪 让杨幂落泪的消愁 却被华晨宇变得一文不值 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2017年的综艺《明日之子》上 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毛不易 为了壮胆 一口气干了一整瓶白酒 可接下来毛不易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刚一出场 舞台事故就接连发生 先是音响突然失灵 然后话筒又没有了声音 仅仅一个出场 他就录了三遍 然而这还不算完 刚唱两句 吉他弦又断了 一系列舞台事故 似乎都在告诉毛不易 他不适合这个舞台 但好在薛之间看到了他的闪光点 给了他一个机会 正是这个机会 让毛不易一手消愁 一战成名 可即便毛不易 迎来了所有人的掌声 却唯独 没有让导师 华晨宇满意 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你的消愁也很好 但是我并没有期待 因为你其实从史之中 你的曲子 我这里就没有过过一次关 而此时的毛不易 失去之前 用了自己最后的禁忌命额 才保上来的新人 与当初 华晨宇被尚文杰 保尽其快男的模样 如出一辙 但比起华晨宇的鬼故狼嚎 毛不易的每一句歌词 都能打动所有人的内心 因此就连李旦都忍不住吐槽 就是这个华晨宇老师 这么多年有一首 像毛不易这么好听的歌吗 我觉得老薛要是点评两句啊 老薛说 毛不易这歌哪儿还不行 哪儿不行 那是对 那个华晨宇老师 这两年有什么作品吗 当然 这也不怪华晨宇 与毛不易的歌产生不了共情 因为他们两个 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华晨宇是养尊厨佑的公子歌 想要完成音乐梦 家里就会投入大把大把的金钱 而毛不易则是一个普通的护士 因为喜欢音乐 所以自学成才 在音乐的那段时间 看尽了生理死别 所以才能写出 与大众产生共鸣的歌 最终 毛不易毫无悬念 以极高的人气和实力 拿下了冠军 他以14首原创作品 缔造了一个奇迹 但在读下冠军的舞台上 所有人都在欢呼 毛不易 却并没有一点冠军 该有的样子 因为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真的会成为超级巨星 明星在临下走红台 有多冷呢 2017年的星光大赏上 羊羊身边的女主持 被动到双手都在颤抖 只因为当天室外温度 低至零下十度 就算雷佳音全副武装 还是被动出痛苦面具 可想而知 这位穿着薄纱礼服 且在喊风中 站了三个小时的女主持 有多坚强了 接下来穿着薄纱 上场的赵丽颖 虽然面部管理做得非常好 但耐不住天气太过寒冷 接受采访时 被动的眼泪 止不住地往下流 好了我已经看到 利已经瑟瑟的发抖了 我们赶紧放他走吧 好不好 赶紧放他进去取暖吧 徐露穿着粉色长裙走红弹 下楼梯时还自信满满 可站定开始拍照 徐露就被动得回身打颤 完全顾不上形象了 立马搓手取暖 杨密上场时 穿着透心凉的超短曲 刚开始还甜美摆拍 不过也没撑他一场时间 被动的连连求饶 不等采访结束 就立马往室内走去 并且不光是女明星 承受不住寒冷 就连男明星也接受不了 这不穿着大衣加毛衣 走红弹的林友佳 直接被动成了一米三 下场就迫不及待的步伐 还真是有点搞笑了 吴京在寒风中 也是双手插斗 冷得原地转圈 不过待人冷点也就算了 怎么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杜江和胡思远走红弹时 还待着喝一起 小小年纪的他 直接冻出了表情包